今天是一期比较特殊的科色教学视频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如何用科色来帮助你快速完成专利的申请 而我之前从来没有申请过专利 然后也不知道申请专利的流程究竟该怎么样的 但是我今天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就让科色来帮助我完成了一次专利的申请的提交 并且我觉得就是申请材料的质量还挺不错的 所以这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具体该怎么做 而且这个功能确实太有用了 就是除了说来进行专利申请以外 如果你之后需要用比方说进行软助申请 或者进行一些标书的撰写之类的 我觉得科色它有可能都会给你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提 就是要申请专利这个事情 其实是我今天早上刚刚有的想法 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我的小毛补光灯 就是虽然发在B站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但是美图秀秀就这家百亿市值的公司 它直接在昨天的时候对我进行了致敬 它上线了氛围补光灯拍照的这个功能 其实我之前在做就是我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也一直非常奇怪 就是为什么从来没有美颜相机去做这个功能 然后现在就是我完全不需要好奇了 就是因为我做完以后他们这不就做了吗 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因为昨天提到这个的 然后有个人在告诉我就是我可以试试申请专利 其实我之前确实没有想到就是我觉得产品概念被抄 其实是一件挺正常的事情 以及我觉得专利申请好像挺花钱又花时间的 我不太想干这种事 但是今天我尝试了一下就看就是在磕色帮助下就是到底能不能去完成申请 然后我做了一个尝试发现非常快 然后我相信这个事情也会能给你带去一些启发 然后我就来带你看一下就是我今天申请专利的全部流程 就首先我给你看所有的完整对话 就是这第一个就是我告诉他就是我想为我们的这个边补光边自拍的这个设计 在中国申请专利 就这些都是我需要告诉他的背景知识 然后因为我实在不懂专利 所以我在问他我应该申请哪种类型的专利 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还是别的 就是我让他扮演一个资深的专利律师的角色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然后并且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add了一个我项目的主要代码的这个文件 这样的话就是磕色他直接能够去读我的代码文件去理解 就是我这个产品功能是用来做什么的 然后好通过这些上下文给我提供更准确的建议 所以他看完之后他告诉我我更适合来申请发明专利 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他已经告诉我就是要怎么办了 所以我就去搜了那个专利局的网站完成了注册 然后我来要求他帮我进行撰写 对这个要求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先回到网页 你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重新来新建一个吧 新建办理一个 这就进入到了申请专利的这个界面 你会发现这个还看着还挺恐怖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其实你用企业申请或者个人申请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看我右上角这里我是用的个人的身份 其实我原来是用的我最近刚刚注册的企业身份 但是他非常奇怪的是就是你可以个人申请也可以企业申请 但是你不能作为企业的法人去进行申请 所以我当时填了一个专利书之后 发现完全没有办法提交 我只能重新注册一个个人 所以就是如果你自己要去申请的话 你注意一个小细节 就是如果你以企业的身份去注册的话 他会让你填一个所谓的管理人 管理人的话就是不要填企业的法人 其他人我理解应该都是可以的 或者就是你以个人身份去进行申请 然后你会发现就这里有很多东西 权力要求书 这里要建录什么权力要求项一 权力要求项二 而且他有非常严格的这种格式的要求 然后有一个说明书 什么技术领域 要技术领域描述段落 什么背景技术描述段落 发明内容描述段落 就这个也非常恐怖 我完全不理解 而且这个好像也有他一些很奇怪的格式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还有说明书附图 我这里其实都不知道我应该附什么图啊 然后还有说明书的摘要 就是首先他要写的内容还挺多的 然后我又完全不理解就是这些内容 他要求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所以现在正常情况下 大多数企业或大多数个人 要去做专利申请的时候 只能去找专利的代理人或者专利的律师 而这个时候 你会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需要就是假设你也做 做的是一个软件的这种申请的话 你需要把软件的信息进行提炼 用语言去进行描述 然后你描述出来的东西 需要代理人能够听懂 就这种信息的蒸馏和一步步传递的过程 其实会有非常大的这种折损 所以你能理解就是这种沟通难度 到最后形成一个那种文档 其实是会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的话 用科色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直接 add你的项目的主要代码文件 然后你add之后 科色它就能去理解这个项目 它中间少了非常多的这种转移的过程 重新理解的这个过程 而且科色就是因为科色 它其实本质上对接的是 Cloud 3.5或者GPT4O这样的模型 而这些模型 它在训练的时候 它对于这种专利型文件的这种语料 它其实是会被喂的非常的丰富 而且这种公文内容 就是从撰写的逻辑来说 它其实只需要满足特定的格式 它不需要你写的东西非常特别 或者非常有人味 所以这种类型的内容 其实用大模型写是再适合不过的 它有可能完全能超过90% 95%的人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我在 我在网站上做了一些了解 知道自己要填什么信息之后 我就把我要填写的每个模块的内容 来告诉科色 他就直接帮我完成了撰写了 就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很多人写prompt 有时候会写的比较长比较复杂 然后我这里的话 其实基本上只做了一个提供上下文 以及要求他以专专业的就是资深律师的角色 帮我回答问题 以及我告诉他 我是在中国申请这个专利 我觉得这些信息基本上就足够了 就比方说这个权力要求书 我觉得按有些人的那个写prompt的习惯 他会在后面加很多的描述 就类似于他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或者什么是专利要求书 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这种概念实在是太常见了 它是一个大模型完全能够理解的一个姿势 所以你不需要补充太多的上下文 你直接要求就好了 所以你看他 对 他这里写的很多东西 其实我都不太理解 但他的这个格式 我能看出 他跟原来的那部分是很符合的 他是非常准确的 然后他跟我说的就权力要求 一和三是什么 四和六是什么 七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告诉他 需要帮我完成那个专利的那个说明书 这里有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还有发明内容 然后这里的话 他也用了 你看非常准确的那个网站要求的格式帮我写了 因为他训练语料里这些格式 他是完全统一完全一致 他语料的质量很好 所以他能写出来的效果也就非常好 非常的规范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再让他帮我写了一个说明书的摘要 然后这个摘要的话 他也知道就是要控制制数 要重点描述什么 以及包含必要的这个主题词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是一个可能有些人容易踩坑 他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做说明书的附图了 这里就是我告诉他 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图片要选什么 我是应该直接选我软件的截图吗 还是应该什么方式制作 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说专利的附图的话 其实有规范性的要求 必须使用黑白线条图 不允许使用照片截图或者彩色的图片 然后图形要清晰 线条要规整巴拉巴拉的 就跟我说了一堆的东西 以及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软件去进行制作 他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附图 然后他说可以帮我设计这些附图的内容和布局 然后让我找专业的代理机构 或者找专业的绘图人员去进行制作 很多人可能就这么做了 但是因为我比较理解大模型的能力 所以我换了个方式 就是我让他去思考一下 就是什么样的代码格式 来会适合生成这种类型这种要求的图片 提供几个选择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由他来生成 然后他这里就告诉我了 就是他建议了我几个方案 一个叫PlantUML 我从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然后MermaidDot 就这些我都完全不懂 就是但是他告诉我的这些信息 然后所以的话我就直接让他来试一试了 然后他帮我生成了这个系统架构图 这里他其实提供的依然是一个代码 但这个代码显然是可以去转化成对应的图片的 所以我问他怎么转化成图片 然后接下来他就给了我对应的这个网址信息 我这里也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吧 你看这是他给我提供的网址信息 然后我们把这代码删掉 然后submit 对你可以看到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 适合用来做专利申请的这个架构图 对我最后实际使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图 第一张图已经生好了 接下来我就也知道怎么转化为图片了 然后我就再让他生成第二张第三张 对等等等 对他把所有的代码都给我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图2的话生成出来的东西很奇怪 我这里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图2生成的是这么一个鬼东西 然后这里我需要可能稍微有点跌位 所以我需要再说一下的是很多人会在遇到类似的 这种场景下就认为大模型真垃圾生成这么一个代码都生成不好 然后这种图他妈能用吗 根本用不了啊 但实际上对是就是大模型出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情况 然后遇到错误嘛 那就遇到错误不就好了呀 就是 类似于这种情况 我告诉他图2的代码有问题 展示出来的不是流程图 而是带着一个很奇怪背景颜色的图 我其实有一部分 对他其实优化之后那个依然不对啊 所以 呃 我在后面有一部分的时候 我是把直接图片给传给他 让他去看这张图片 然后让他理解错误在哪儿 然后重新给我生成了 所以有时候遇到错误就是真 没什么可怕的 就是你重新要求大模型去改去修正 你告诉他错误在哪里 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就能帮你完成修改 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后面的话 呃 后面是我问别的问题啊 我后面想知道软柱申请的事情 这个我接下来会再去做 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 在大模型的这种辅助下 就是我们去做专利申请这件事 真的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快速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然后因为这个过程足够简单 其实我真的觉得 你可以在完成你很多设计的时候 去做一下这个尝试 去更好的保护你自己的权利 以及更好的营造就是中国的这个商业的环境 反正的话就是你很可能会遇到我的这种情况 你看我小猫补光灯出来之后 我这里是只是截的一小部分的图啊 就是什么小狗补光灯 小猫补光 修猫补光 小兔补光 小猫猫补光 小猫猫补光 对什么东西就出来了 就这这个你很多时候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我们尽量用一些方式去保护自己的权益 以及想办法就去推进一下中国的这个商业的环境 对其实这里有几个信息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其他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比方说我在极客上这个养出出的乐乐 就是他也提到了就是他们真的在就是做专利的时候 和专利师还有律师的沟通 花了大量的这个时间去介绍背景 而且他们其实都不太懂软件行业 所以要做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困难 而现在你真的可以用机器去做的 然后还有一位网友的话 他其实有自己其实尝试过很多实际的这个经验了 他用的是cloud cloud其实也可以啊 就是你需要去投喂一些信息 就没有像科色那么方便 但是也完全去可以做 就是很多这种过程准备材料 其实都是因为专业性能力的一个信息差 导致了我们需要付非常多几万块钱去找外部专家帮忙 但是公文性质的格式非常固定的这种专业材料 真的是大模型非常上场的 你真的可以试试省下这些成本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啊 就是我需要声明的是 我确实不知道就是我这次提交的申请的内容 它到底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真的非常的不专业 然后在很多这种文书的专业工作上 其实有一些有可能是不为专业领域以外的人 所知的那种知识 而那些知识有可能会很关键 我不知道那些知识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就是在有些行业下 那些知识是关键的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有这种专业知识的专家 我觉得你很可能不会被大模型淘汰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完全你可以用到大模型的这个知识 然后再叠加你自己的专业经验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帮你的客户去做这个案子 你就可以比别人收更低的价格 实现更高效率的工作 以及更高质量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专利律师 或者很多标书的撰写的一些工作 其实你完全都可以用上大模型 好的 现在是真的拜拜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感谢观看